1,2,3,1,2,3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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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女人迎面過中聯 然後說了她的英文 Garbage 青瘡啊 氣要氣喊 說我們什麼 Wear the stupid mask 接著就說我們是 Carry the virus 那輛車就扔了雞蛋過來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Steve 今天我就想做一些 比較不同的影片 那就是 英國呢 有沒有這個 種族歧視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在英國住 會不會有些地方 在生活那方面 跟本地人比呢 是有些不公平的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subscribe 還有點鐘仔 好了 那我想人人都知道 這個BNO的Visa Extension 已經出了兩年 我想不少香港人 已經過來英國住了 都住了一段時間 很多都 那我都聽BBC說呢 英國 香港人呢 在英國裡面 是一個 Fastest growing demographic 那移民呢 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 Decision來的 那我想 一個很大的問題呢 就是 你來到另一個國家呢 會不會有些 種族歧視的問題啊 會不會有些地方 你真的 好像 難聽說 是一個二等公民 那樣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呢 都我想 可以問一下 我們的朋友 來了英國這麼久呢 有沒有經歷過某一些事發生呢 可以告訴我們 好了 我們就去第一個訪問 Bob叔 你有沒有 有沒有試過 有某一些 Discrimination的問題呢 即是 可以說一下 你小時候 都可以 年輕人讀書 那時候 就經常遇到 你讀Bording School 尤其是 那時候 Chinese Chinese 有沒有那麼多 一間學校 可能只有十個 八個 這樣 青瘡 嘿哦 嘿哈 那些 Bruce Lee 那些都經常遇到 口頭上 打架那些都一定有的 嗯 嗯 那 到大過少少 譬如讀大學的時候 去球場看球 你一定 可能一定會遇到 那下一位呢 就不需要我介紹 那可能 你都看過 我在 Tommy 他的頻道 都出現過的 那如果你未看過那條片 那快點去看 那我想問一下 你呢 來了英國 那麼久呢 你有沒有試過 一些情況 你覺得是 被人歧視 被人歧視 啊 我覺得我沒有試過 被人歧視 真的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反而會覺得 你們是 香港人 應該租房 要很爽快 這樣的時候有 但是你說 是 嘲笑我的 我覺得我沒有 我沒有試過 嗯 嗯 我們來了英國半年 半年 半年 是 嗯 現在幫 文血肥仔 在拍片 OK 現在就幫你拍片 現在是 好 好 好 多謝 好 多謝 是 跟我做一個訪問 好 問一點點 你來到英國這段時間 有沒有試過 被人歧視 有沒有一些情況 可以分享一下 嗯 好像是 一次 我們正在走一條街 剛剛 門 門出去 有個女人迎面 那個人 中聯 然後 說了他的英文 Garbage 哦 在哪裏 這件事發生 在Gilford Gilford 不過我們最後 可能在這裏 再深究的時候 可能他帶了 衣蜂 跟別人聊天 我們都不知道 好 下一位就是 Owi爸爸 其實呢 Owi爸爸 都在我們 之前的影片 都出現過的 其實呢 他是一位 老師 在英國的 學校 教中 Economics 除了教書 他也是一個YouTuber 他專門說一些 英超的東西 如果大家對英超有興趣 就不如 看看他的YouTube頻道 其實是 很個別 有一次 應該那次 是我老婆 要去 疫情中心 打針 還是 那天 還是那天 之後 附近幾天 大家可以外出 不用戴口罩 沒有 那個 抗議 衣服 衣服 我聽到 人們大喊 便轉著臉 轉著臉 才看見他 原來是對著我們大喊 他說 說我們 什麼 穿這個狠袖 然後 說我們 是 批准疫苗 類似這些 說話 那 我想是唯一一次 經歷到 這一類的事件 下一位 又不需要我介紹 這一位就是 Newsroom的 Chris 和 威娜 不如我們看看 他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嗨 歡迎收到新聞室 這個是我 Gym House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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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視情況 就 不算有 但一個可能意外 嘗試過在Sutton 我們最初住的地方是Sutton 很多香港人不住的地方 對於香港人來說 這個地方很好 對於香港人來說 但是有一天晚上 我想11點左右 然後走走走回家的路 有一輛很高速的跑車 在對面線飛過來 不是在我們 突然間有一下我胸口 好像中槍一樣 原來Turnsout 我看到有些黃色的 然後牆上有些蛋殼 才知道原來那輛車 就丟了雞蛋過來 就中了 嘩 搞錯了 就是一個這樣的意外 我就不覺得是一個針對性 香港人黃皮膚這樣 就丟了 很難 我想都看不到 過領月前 各位朋友 都應該記得我們和幾位醫生 做了一個訪問 我們都趁這個機會 都問一下這個問題 看看他們的意見 可能我個人比較遲鈍 所以我就不太敏感 對這些事 有很多時候都是發生了之後 同事或者同學 會跟我說 嘩 那個留言 好像有些歧視的成份 但是很多時候都是得淡少 譬如我試過 幫病人做出院的文件 病人跟我說 哈哈哈哈 我希望出院的文件 不是中文寫的 這樣 我其實聽完 我就說 放心吧 當然不會 但是我旁邊的同事 反而會更生氣 我跟他們說 喂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的評論 是不應該這樣說的 現在 反而我身邊的同事 會更幫你出頭 可能有時有一兩件事 但是都不令到我會感覺到很傷心 或者影響到我日常的生活 我本身就可能覺得 幸運地就沒有試過 沒有什麼試過 種族歧視 你說在街上 有些小朋友在喊 哦 你好嗎 那些 其實這些我都不覺得 算是種族歧視 你說工作上 或者遇到 一些同事 病人 我就幸運地就沒有試過 喂 怎樣呢 看完這麼多的interview 之後 是啊 都挺好看 都挺interesting 整個訪問 是啊 那呢 阿菲 你有沒有試過 一些 一些racism 的問題 其實在這麼多年來 這六年多 我覺得是英國沒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有一次的 老實說有一次 我覺得是真的怪怪的 是的 我都記得 記不記得有一次過 我們在米蘭 去完旅行之後 回到英國 在帳戶控制 那裡 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我們過關的時候 Stiebel 就拿著我本帳戶 和自己的帳戶 給了那個警察 那個警察 不看著我 就問我 為什麼你不自己 給我本帳戶 然後他就回答我 因為我是一家之主 我給你本帳戶 有什麼問題 他再看著我 就說 我以為你是沒有工作 做 那一刻 我就知道 其實他是在針對我 結果 其實我覺得 其實這些事情 都會有發生過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究竟如何去正面 去解答這個 那我就跟他說 我很平靜地跟他說 我在哪一間大公司做IT 我做什麼職位 我做事都很開心 然後 之後 他就開始 沒有再去問我 這些其他怪的問題 他就開始 突然給我們 過 那我覺得其實 在這一刻 都有一些不開心 但是我覺得 是要去正面 去 可能這些人 沒有見識 或者他真的有 那種歧視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你怎樣去正面 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對於 真是歧視 那我自己在澳洲 英國都住過 一段時間 之前在香港 真的出生 那 就是幾歲 就去了澳洲 那我覺得 種了歧視 那樣東西 真的很個人 看你從上大 有什麼體驗 有什麼經歷 那我自己會用 就是一個形容詞 一個 double edge thought 那你 那你 對 一些 人和你的 interaction 比較敏感 其實是調轉 可能你對其他人 都可能有個眼光 去看他們 那你怎樣去做 一個平衡呢 那我覺得 可以解決到一個方法 就是 作為自己 可能不是一個 傳統 一個英國的白人 你怎樣去處理 其實就是 更加去融入英國社會 那包括 是可能你自己的工作 但是工作之外 真的除了 你去生 真的維持自己生活 那你可以做一些 在社會上 做一些 的貢獻 那當 你很多人 一起這樣做 就會 recognize 你可能 這個種族 那譬如 英國以前的印度人 過了一代之後 他們現在可以 做到一些 議會的議員 等等 那其實就是 作為你自己的 民族的人 可以做一些事情 去 去 build自己 長遠的 profile 我相信西方社會 不僅僅是英國 譬如說 加拿大 那些 現在 正在走一種 大愛主義 Not everyone agrees with this 但是 it works to foreigners' favor 是的 還有 我記得 我剛剛 剛剛回來 我剛剛在South Bank 那裏 租了 部門 有一晚 跟老婆去喝東西 喝到差不多 大家差不多醉 突然之間 隔壁 那一台人 走過來 很friendly 問你 你是不是剛剛回來 或者怎樣 I welcome you guys to the UK 那些 他不是那些 追了 背後有少少 英國人有少少諷刺 那些 他不是 genuine 我覺得 That's nice That's really nice 如果你說 小孩子 好像樓下蛋機 幾歲 十歲以下 那些 兩個不同的境界 他們現在的 acceptance 高很多 他們在學校遇到 bullying 甚至乎 不要說 discrimination bullying 都少了 那些學校 大家 老師會一起 總之是一間學校的人 不要管什麼膚色 他們很開心 他們很開心 他們很幸福 我們那個年代 多很多 真的 下一位就是Frankie Frankie 是一位攝影師 以及是一個英國的商業主持人 不如我們看看他的意見 我覺得 其實你覺得 別人會不會歧視你 其實很大程度上 是要看看你怎樣做好你自己 如果很多人可能來到 覺得 會被人歧視 或者覺得你不是 local 其實是呀 我不是 local 但是我其實 可能我表現出來 或者我做的事 其實我很想融入這個社會 或者是對於本地人 也都很friendly 其實大家都會 welcome你 不會說 因為我看到你 其實你剛剛來這裡 他們就會做很多事情 對你不好 就是反而做好自己 不會因為你是香港人 而他會歧視你 反而你應該是 你要做好一點 令到別人覺得香港人是做得好 或者香港人在這裡生活 是不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有時都可能會不小心歧視了 有人自己不知道 東倫敦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雜 因為那裡比較多不同的 少數族裔比較多 或者是不同膚色的朋友都比較多 但是重點是我們現在都是 minority 所以我們不應該這樣放大這一點 是啊 但是我有害怕的 香港人的確會有一個 stereotype 就是對於膚色上面會有另一個看法 但是我們要穿 我們要自己知道我們都是一個 minority 是啊 特別是倫敦 是最集中不同種族的人都在 所以這個是香港人來到都要適應一件事 不是只有英國白人的 而是有很多英國人都不是白人的 這個真的要大家認知這一點才行 沒有啊 我們沒有一個 首先二等公民這個看法 我想是香港人自己心裡的一個看法 不是別人給你 是你給自己一個看法 因為你現在變了好像去別人的地方住 或者去別人的地方去落腳 所以這個不是別人去說你是二等公民 二等公民這個詞是你給自己的感覺 好像沒有我遇過 是啊 即是可能你即使是找地方的人幫忙 他們都很樂意 即是沒有覺得你是不是這裡的 然後就不幫你 他們都很樂意 首先你為何會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呢 為何有二等公民這個詞呢 就是首先因為你那個民族自己自卑 那你說二等公民的話 我是沒有覺得這件事 我完全不會把這個詞 放進去我生活當中 沒有 我不覺得有很強勁的一個二等公民的感覺 反而這裏經常推廣正義 就是他們對於歷史性的容忍度 反而他們不是那麼容忍到有歷史性出現 就是他們反而是希望社會是更正的 歷史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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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都是儘量做到平等一點 是 都想解釋的 我們不是想說英國什麼都很好 沒有問題 也不是說因為這些例子只是個 即是每個人都可能有這些特殊的情況出現 但我們就想跟大家說 我們已經是反映了這個事實 可能有些人經歷過 有些人沒有經歷過 但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影片想跟大家說 就是所有朋友現在在英國的話 其實你經歷過或未經歷過的話 你要持一個很正確的心態 去怎樣去糾正這件事 如果不是你可能會很不開心 小朋友當然他們不會想 但是大人的話 其實要用一個很正確的心態 跟小朋友談一下 講解一下 還有你自己都希望不要這樣不開心 我認為歷史性是在內心 不是一件事在晚上會失去 是從歷史上等 不過已經比很多地方好 你在香港你都可能會被人笑什麼 說我的樣子這麼黑 我像菲律賓人 有很多事情其實都不一樣的 大家可能看法不同 我覺得這個是希望能夠反映到這個事實 最重要是大家怎樣去正面 還有我覺得其實英國 你不是說因為亞洲人不是白人 你就沒有這個晉升機會 我是在其實 來了英國之後第三年 我是有晉升有升職的機會 因為我們做IT 白人的男人是多 我自己身為一個女士 亞洲女士的話 其實我也是被公司認識到 也是升到職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就是說你是不是說一定 亞洲人就輸蝕 不是啦 其實是看你的才能 究竟你能不能夠發揮到 能不能夠幫到公司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嗯 我想都差不多了 是吧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 希望能夠真的分享到這個事實 究竟在英國的情況是怎樣 好了 那記得按LIKE Subscribe 還有按一下鐘仔 拜拜 拜拜 我沒有 我覺得我自己在香港 更像二等公民 我在這裡沒有試過 又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的感覺 沒有 沒有 沒有試過 很好 多謝英國 OK 暫時都開心 我開心 對 不過我暫時最開心的 就可以上到你的頻道 哈哈 我開心點 是吧 哈哈